耶稣基督 这位万王之王 这位创天造地的 生神上帝的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 亲自跟我们提醒的 非常宝贵的一句话语 二十一章的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你看这是何等何等的 一个警告 一个提醒 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 我想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 有祸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 降在这地方 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高下 又被堵到各国去 耶路上的 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所以耶稣基督曾经 面对圣城 耶路撒冷 面对圣殿 这位大君王的居所 曾经有预告 告诉他们说 他们要倒在哪里 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然后圣城耶路撒冷呢 要被外邦人践踏 无法想象哦 圣殿是在圣城中 圣城是神的城 圣殿是神的殿 大家晓得 普天之下 有这么多的东西南北 到处都是很多很多的地狱 对不对 可是呢 唯有耶路撒冷 那座山被称作什么山 圣山 唯有那一块地被称作 圣地 唯有那一座城被称作 Holy City 那中国有多少的 神县相识城 有没有哪一座城被称为 Holy City 有没有 没有 所以普天之下 唯有那一座耶路撒冷城 被称为圣城 也唯有在圣城中的那一圣殿 被称为什么 被称为神的殿的圣殿 那在那里的名呢 被称为什么名 圣 圣 圣名啊 Holyluia 旧约时代 神的选民 是被神 也被人称为圣民 Holyluia 这是何等何等 圣洁尊贵的称呼啊 圣民 不单单是 多多么一流的上流的 他们是圣洁的子民 荣耀啊 奇妙啊 但是呢 没有讲到 这座神所分别为圣的圣城 神所宝贝喜爱的圣殿 神所要保护的 要高举的圣民呢 耶稣说什么 他们要倒在刀下 而且圣城要被剑怕 圣殿要被毁灭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弟兄姐妹们 目前这个世代 已经是 外邦人的日期快要满足的时代了 因为 王国 甚至几乎王族的 圣民呢 他们已经 重建了 以色列的国度 在1948年的 5月14号 大家晓得 联合国最后同意 以色列复国 而且就在 就在 神与 亚伯拉罕 以色列亚哥 神与 大卫 所签订的 这个 所立的约的 这一块的版图 这块的地域当中 所以我们 要晓得 外邦人的日期 的确快满了 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呢 也一直在持续增加当中 神 何等恩待 中国人 你看中国人 其实中国已经富足了 中国也已经是丰盛了 可是 就是有一般人 从小到大呢 心灵深处 就觉得说 要出国出国 去哪里 去乌拉罕 去新亚历 去南非 去哪里 去美国 美国 美国 哇 希望能够 哇 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美味 喝的是美酒 看的是美景 娶的是美女 加入的国籍呢 是美国 弟兄姐妹们 但是 神的确 透过 这样的方法 让你们来到一个 这么美的国度 要让你们得到一个 最最最美的福分 目的就是要让外邦人的得救树木呢 能够填满 快快的填满 真正的填满 而且质量 数量都能够达到丰满的程度 目的何在 就是上礼拜天 我所说的 要预备 心腹 对不对 预备心腹 这个时代 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多多的预备油的时代 也是要积蓄五谷的时代 懂得什么叫做积蓄五谷吗 不是叫你去积蓄金银财宝 也不是叫你去积蓄这个 盗 盗 盗 这个等等 乃是要积蓄 属灵的庄稼 积蓄 积蓄 这个永恒的灵魂 所以这个时代呢 是神网开一面的时代 更是神拯救悦纳的日子 我们要真正把握 按照耶稣的教导 要爱神爱人 那爱神爱人很抽象 对不对 神高高在上 虚无标渺 遥不可及 看不见摸不着 跟他讲话呢 他又 没有回应 对不对 跟他发一秒发短讯呢 你会得到真实的回复吗 所以爱神很抽象 那诗人大卫呢 他却 感受到神非常非常的爱他 非常爱他 那诗人大卫呢 他在 个人的灵修 个人的追求当中呢 他跟神有很多很多的亲密的对话 和互动 他亲近神 他可牧主 然后他觉得说 神是他的唯一 他觉得说 他不能够缺少神 如同羊 不能缺少 牧者一样的 那诗人大卫呢 最后蒙神 赐福拣选 成了 这个以色列国家的元首 当他打退敌人 然后攻下 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他就把耶路撒冷当作 他国度的首都 然后呢 他就开始 有各种的土木的建造 那诗人大卫 当然 当他为自己建造王宫的时候呢 大家要晓得 任何时代 任何君王的王宫都如何 都是相当雄伟 壮观 不单单是采光要好 然后空气要好 然后呢 还要怎么样 要东软下凉 对不对 要能够排水 要能够防火 要能够怎么样 保护百姓 要能够 一手难攻 种种的条件呢 都能够连结在一起 让他自己的王宫呢 是能够高枕无忧 万无一失 那王宫呢 不单单在硬体的建设方面呢 那真的是 尽善尽美 那在软体的建设呢 大家晓得 王宫里面 有多少多少 服侍王的臣仆啊 要按班按时 轮流等候 在那边服侍 服侍 再服侍 对不对 所以任何时刻呢 都不能够松懈 所以 斯人大卫 他住在自己的王宫 他实在舒适 实在享福 实在自由 实在是 有尊容的时候呢 他 却 好几天 好几天 睡不着觉 那几天 他在想什么呢 他不是想说 我要盖更大的王宫 他想到说 我 这么一个 卑微的软弱的 一个牧羊人 得着神如此的高举提拔 能够住在 这么雄伟的网工当中 能够享受 这么大的被服侍的尊荣 可是可是啊 我所敬拜的神 我们的祖宗 亚伯罗汉 以赛亚哥所敬拜的神 这位救我们 祖宗 怎么样 出埃及 进迦南的神 却 住在哪里 我住在王宫 香伯墓 所建造的 浩大的王宫中 哇 实在好气派 好舒服啊 可是神住在哪里 神却住在 住在 旷野的 会墓当中 会墓呢 英文叫做 Tabernacle 用 更白话的意思 就是说 住在帐篷里面 帐篷 当然也能够挡风遮雨 可是帐篷呢 你说毒蛇猛兽 容不容易袭击 非常非常容易啊 对不对 所以 大卫一想到说 我住在王宫 上帝住在圣殿 大卫就 天天失眠 失眠 失眠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他就 有一颗心愿 有一颗祷告说 上帝啊 上帝啊 我 我的一生 要为上帝 建造殿 哇 这样的一个 梦想呢 是很天真的 对不对 上帝就跟 大卫讲说 大卫大卫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我 起住 人手所造的 房子呢 有哪个地方 是我 安息 是我居住的地方呢 他跟 大卫开枪的玩笑说 我是无限量的神 我是个灵 我不需要住处的 我也不需要宫殿的 你不要为我建造圣殿了 和大卫怎么样 听到神如此的回应呢 大卫还是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他把这种感慨 这种忧郁呢 写在 他的日记当中 他的日记呢 就他所写的诗 那这些字句呢 这些诗词呢 都被谱上了 旋律 都被谱上了音符 所以呢 这些 诗句呢 英文叫做诗篇 诗篇 中文把它翻译成诗篇 英文叫做Sounds 所以 圣经的150篇的诗篇呢 其实都是有曲调 都是有旋律 都是可以歌唱的 那从其中的120篇 到134篇 总共有15篇的诗篇呢 是 以色列人 他们 奉神的命令 每年呢 有三次 要公开的 要全家的 要呼朋引伴 要吸家带卷的 全家一起 放下工作 脱去残累 要到圣城 要进圣殿 去朝拜 这位自有拥有的 真神上帝 以色列三大节 就是玉月节 五旬节 还有祝朋节 一定要上圣殿去 敬拜神 当他们 要由 一般的平地呢 要走向 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呢 那是 就是 一个爬坡的 一个上行的 一个登高的 路途 所以呢 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 这十五篇的 十篇呢 就被称作是 上行之师 大家说 上行之师 上行之师 或称作 登阶之师 就登阶梯 爬楼梯的 因为 耶路撒冷呢 是在 众山所围绕的 高山处 一个非常神圣的 重要的城市 那这个城市当中呢 又建了 一个圣殿 所以 人要去朝圣呢 需要怎么样 需要爬山 需要 什么样 登阶梯 一阶一阶一阶的灯 那从 从三下 到 到圣所呢 那阶梯 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接近圣所的时候呢 有十五个 楼梯 十五个阶梯 那 很有可能就是 他们 每间 每登个阶梯呢 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样 因为从三下到三上 已经够累了 所以就在那个阶梯 当中怎么样 开始唱 开始唱歌 从一百二十篇 唱到 一百二十一篇 然后最后呢 唱到一百三十四篇 所以这十五篇 诗篇呢 就是登十五个阶梯 所唱的诗篇 我们来看一下 在诗篇的 先看一百二十篇 我们真希望大家 能够配合 严禁事宜的进度呢 好好的读经祷告 诗篇 诗篇一百二十篇 这家 这里看到说 上行之师 那上行之师 就是一位 那一位 一位 一位 朝圣者 他却 生在 活在 那个败坏的 背道的 黑暗的群体当中呢 他感到 他心里面忧伤 感到他 必须要 醒悟 必须要 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所以呢 他就求告 耶和华 所以一百二十篇说 我在急难中 求告耶和华 他就 应允我 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 说谎的嘴唇 和诡诈的舌头 因为这个人呢 他 知道说 进诸者赐 进墨者黑 他所 交的朋友 他所 常常联络的 这个同才呢 都是 说谎 都是诡诈的 然后呢 他说 第三节说 诡诈的舌头啊 要给你什么呢 要拿什么 加给你呢 就是 勇士的利剑 和 罗头目的炭火 他知道说 一个说谎的人 是不能够面对 神的审判的 然后 他所寄居的事件呢 第五节说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基达帐篷之中 有祸了 他知道如果他不悔改 他 有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同伴都是怎么样 都是这些说谎的人 所以第六节说 我与那 恨恶和睦的人 许久同住 这些人呢 就喜欢搞矛盾 就喜欢搞斗争 他说 如果 我还继续跟那些人 长久住在一起的话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 有祸了 所以第七节 他说什么 他说我呢 却愿意和睦 但我发言 他们就要怎么样 他们就要争战 我喜欢和平 但他们喜欢怎么样 他们喜欢争战 所以他呢 就想要去朝圣 他就下定决心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去寻找上帝 所以一百二十一节 他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奔向圣山 他就开始 开始朝圣之旅 他就向山举目 他不能看见山是何等的畏畏高壮 他更看见那位创造山的真神上帝 所以呢 他知道山是可以帮助他 让他有靠山 让他有稳固 但是他更知道说 那位造山的上帝呢 才是他真正的依靠跟帮助 所以他知道说 只有这位创造山地的真神上帝 只有拥有者 才是他的依靠 才是他的保护 才能让他呢 得到耶和华所命令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一百二十天呢 告诉我们 神创造人呢 给他一个 一个 动机 给他一个愿望 就是每一个人都 临为鸡手 不愿 为牛后 每一个人都希望居上不居下 坐手不作为 每一个人都希望 人往高处爬 同样的 神透过上行之师呢 要启示教导我们 神希望我们 能够往高处爬 神希望我们能够得着 最宝贵的 最真实的 最永存的 那什么是 我们该往上爬的目标呢 什么是我们该往上爬的方向呢 人太容易迷失了 因为在 奔跑 在寻找的困堂中呢 有太多太多的诱惑 有太多的世界 有太多的肉体 有太多的名利 有太多的地位 有太多的美景 怎么样 在勾引 在那边拉拢 在那边欺骗迷惑你 所以 世人大卫告诉我们 我们要定睛 怎么样 仰望耶和华 就如同 死女 仆人 怎么样定睛主人的 主人一样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然后你去看 134篇 就是上行之词的结束了 134篇 大家看一下 134篇呢 就他们 终于 他们到了圣殿中了 134篇 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 站在 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 称赠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赠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所以 人 一个最 最美好的福分 就是得着 创造天地的 耶和华的赐福 认识这位 赐恩的神 都不单单得着 神的恩赐 所以133篇呢 就看到说 大家 已经能够怎么样 和睦同居了 120篇告诉我们 怎么样 大家是彼此争闹 133篇 已经和睦同居了 然后得着了 真正的福分 是什么福分呢 第三节告诉我们 就在西安山 西安山 就是耶路撒冷 所在的山 然后呢 在这里有什么 大家念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神命定 要吃一个 福分给你 这个福分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啊 永远的生命啊 没有一个人 愿意死 甘心死 或希望早死 年纪老的人呢 一点点小感冒 他就要怎么样 要看医生啊 他愿意把所有的钱 去换他的性命啊 那我们年轻人怎么样 拼了老命也要去干嘛 要去挣钱啊 对不对 你看看何等何等的矛盾啊 总而言之就是 人最宝贵的 乃是要有生命 而且要有永远的生命 完美的生命 青春的生命 如果将来我们可以不死 却是老不死 却是老不死 然后呢 要让人来服事 对不对 然后吃 吃不了 动不了 那活着干嘛 那活着干嘛 对不对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生命呢 是荣耀的 自由的 丰盛的 完美的 而且是青春的生命 就像大家说 可望的 要青春如何 青春永住 那是何等的 真善美啊 实在 求主帮助我们 晓得 丧行之师 那是告诉我们 神为你预备的 归宿 你该 达到的终点 是什么 就是 与神同在 以马内利 因为在那里呢 有永远的生命 有永远的生命 可以享受 神所 为你预备的 永远的 珠湾的 各样的福分 这样的人生 有没有意义 有 太有意义了 如果人生只是 几十年寒暑 让你活到一百二十岁 即使功成名就 可是 却不能够 不能够长存 不能够拥有 你辛辛苦苦 所挣来的 所得着的 那你说 不是仍然一场虚空吗 所以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晓得 我们人的一生 就在往上爬 到底要爬到哪里呢 爬到哪里呢 对不对 哪里是你认为 该爬的高处 高处呢 所以神告诉我们 你要达到 至善 至善的 一个真实的 那个境界 就怎么样 就 与神的合而为一 与神的合而为一 享受神 那种独特的永远的生命 我们的主呢 是自由拥有的 祂是永生的神 祂愿意 我们这些 祂所救赎的宝贝的孩子们呢 都得到什么 永远 也是一样得到永远的生命 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生命是最真实 最宝贵的 对你旁边讲说 生命是最真实 最宝贵的 生命是最真实 最宝贵的 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生命 赐给你 赐给我 赐给每一个愿意 信靠祂的人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根据122篇 来思想 来思想 如何得这么 宝贵的生命 如何真正的爱神爱人 透过三个重点 来跟大家思想 第一个 要爱圣殿 第二个 要爱圣城 第三个 要爱圣民 所以122篇 有这三个重点 大家说 爱圣殿 爱圣殿 如果你说你爱神 神看不见 摸不着 怎么爱呢 神告诉你说 他爱圣殿 爱圣殿 就是爱神了 那 目前来讲 什么可以代表圣殿呢 就是教会 教会就代表圣殿 所以你好好爱教会 你就是爱上帝了 好 第二个呢 是爱圣城 爱圣城 大家说爱圣城 爱圣城 圣殿是被建造在圣城 耶路撒冷当中 所以如果你爱圣殿 而不爱圣城的话呢 万一圣城被毁 请问圣殿如何 也被毁了 也被毁了 所以呢 我们要爱圣城 要为圣城祷告 第三个呢 要爱圣民 圣洁的民众 圣民 大家说爱圣民 爱圣民 爱圣民 神不单单愿意你全家得救 而且神愿意你代代归主 你说神有没有爱 神希望你这一代开始 你的下一代 你的子子孙孙都怎么样 都得着 耶和华所赐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有这样的神好不好 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呀 都得永生啊 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不对 我们也成为新约的 属灵的犹太人 哈利路亚 的确神的恩典 长阔高深啊 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和犹太人 怎么样 同盟应许 同为后世 然后呢 我们同享国度啊 这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啊 所以神让你们知道说 来到美国怎么样 要拿到美国公民 那进入神国呢 需不需要有神国护照才能进去啊 需要神国的护照啊 有没有美国护照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拿到美国护照之后 说真的很多人的感想是 十字无畏 七十可惜 英文叫做 So what 你辛辛苦苦 哇 这个想尽办法 终于等到的美国身份呢 最后 你的感想是 So what 可是呢 如果你拿到天国护照 最后呢 能够进到天国的话 你知道 所有人的感想是怎么样 So sweet 真的是 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 哇 So sweet 第一节说什么 你看第一节说什么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电影去 怎么样 So sweet 哇 多开心啊 多甜美啊 多丰富啊 多平安啊 多喜乐啊 多美好啊 成为美国公民 真的 哎呀 真的白忙一场 可是呢 你进入天国的话呢 你会怎么样 欢天喜地啊 实在是 自由啊 兴奋啊 精彩啊 不是你的言语 文字 或诗歌 所 可以形容于万一的 所以第一节说什么 人对我说 我们往 耶和华的电影 我就欢喜 诗人到位 大家都熟悉的 十篇二十三篇的 最后一节 大家来背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电中 直到永远 阿们 神的电 是我们 登高的终极目标 神的电 是每一个人 真正的安息之所 是每一个人生命 升华到极致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领域 你如果没有 进入 耶和华的电中 我们是白活 我们也辜负了 神的心意 所以人的目标呢 就是要 以马内利 人被创造的目的呢 就是要往 耶和华的电中 你今天的一生 所经营 所建造的 所努力的 是不是在往 耶和华的电里去呢 是不是 你有往 耶和华的电里去吗 你所投资的 你做的生意 不管各行各业 你所忙碌的 一切 有没有帮助你 往耶和华的电里去呢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熟悉 大卫的心 就是要为 上帝建造圣殿的时候呢 你知道他 什么样的感慨 132片 来看一下哦 132片 你看 来 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 来请师母来念 一节到五节 你看大卫 他睡不着觉 他天天失眠 可是他在想什么呢 你天天失眠 你在想什么 诗篇 无私乱下 大卫在想什么 你们来看一下 诗篇132片 第一到第五节 他的一颗心愿就是 要为上帝建造 你赶快点